嘿,哈喽,大家好,我是成田 那么这一期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日常使用的这款效果器 EURO DSP的QC的一些调节方式 那么这个呢,跟之前的节目有点不大一样 因为这一次我想分享给大家的调节方式呢 它是适用于整场演出或者是平常的练习 就是你练一个完整曲子的时候的这么一些设置来的 那么现在我QC上面的设置呢 其实可以看得到,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场景模式 那比如说我现在是在这个30E的这一个组上 那么现在这里是不是有8个彩钉是吗 你看A,B,C,D,E,F,G,H 那么这8个音色呢,都会存在这个30这一组里面的 其实它是对应着8组不一样的音色的 好了,那么有同学他可能就问了 这个场景模式跟我平常用的模式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呢,我们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是30E的E组上面的音色 那它有F组,对吧 有G组,有H组 只要在场景模式里面我们去做这个音色的切换呢 它是不会有卡顿的哦 我们来听一下哈 很简单,我现在在这个E这一组音色里面弹一个和弦 好,换音色 换到轻音,它是不会有任何的卡顿的 再来试一下 对吧,它是不会有那个卡壳的感觉的 那我们再对比一下 如果你用的是大组的模式 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现在是30E的这一组 它是个大组,对吧 我要切换到30F这个大组的时候 它就会有明显的卡顿 我们来听一下哈 对吧,它会嗯,这样子的感觉 再听一下 所以你会感觉这样子呢 你会没法用 你说练琴到无所谓 我只要练一首solo 音色都不用切换的情况下了 这样子是无所谓的 但你要弹一首完整的曲子 或者是做演出演唱会的时候呢 这种情况呢还是很难受的 所以大家第一点一定要明确就是 我们要调到场景模式 那么在Q7上面非常好看的出来的 只要在这个地方显示性就OK了 对吧,你看你点一下的时候 它是一个混合模式 那么再点回来 显得这个英文字母 它就是这一个场景模式了 那就意味着现在是30E这个大组里面 它就会有ABCDEFGH8个音色在里面 然后做各种切换了 它都不会有卡壳的情况了 所以大家先要把自己的模式调成场景模式就OK了 好,那么在讲解这个音色调节跟使用效果器之前呢 我想稍微的啰嗦一下 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一些调节上面的取舍问题 那比如说有一首曲子或者有个演出 你需要的音色是非常多种多样化的 那么最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 我把我想要的东西都在上面去展现出来 比如说我现在要4个音箱 我要5个周边那全加到里面去就OK了 那么这里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 你加了很多效果以后 其实就要考这款效果器的算力在哪里了 因为再好再贵的效果器 它的算力呢都是有限的 你总不可能是无限往里面去叠加吧 这个道理你们都懂 所以这一次我调节了音色呢 会在QC的一个合理安全的算力范围之内 去叠加我认为足够的效果器跟音箱 当然你可以极限操作啊 每一条效果器链上面都加的满满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要去考量一个稳定性的问题 不要让那个机器的负荷太重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我会在我认为的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在里面去叠加足够多的 单块效果器跟音箱 所以我讲这番话呢 是更希望大家可以参考 我这一次分享的调节逻辑跟思维 那么这样子 大家去下载好这个模板以后呢 也可以变成适合自己使用的场景 好 那么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调节分享 那么我个人的音色取向的习惯呢 一共有四类 就是失真solo类 还有节奏失真 轻音分解那种 还有一个就是crunch的那种 那么这四种音色呢 就已经保存在EFGH这四组里面了 比如说现在这个E这一组 它就是一个solo的音色 对吧 有delay有混响这样子 然后失真度比较大一点点的 然后F这一组 它就是一个节奏失真的一个类型了 然后再过来这个G这一组 就是轻音分解用的了 好 然后接下来H这一组呢 就是我们的crunch的音色 我讲不出那种感觉怎么 反正我平常用这个音色 我会这样弹琴 对吧 就这个音色的话 它就没有之前那两个失真 这么大的失真度 它可以相对的再Hot Rock一点点 那么如果你的曲子 并不是特别复杂的话了 我认为现在这四组音色了 它就已经足够你用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的拆解一下 这四组音色分别用了什么样的效果器 那么这样子呢 大家心里面会有底 先看第一组solo的音色 对 你看这里面用了什么东西了 有个推子 对吧 一个808的推子 这个drive开一点点 然后tone只有3.6 然后这个gain是打满的 因为我要推我的音箱里面的失真 是吧 音箱是用了Freeman B100 其实这个东西 我在以前的视频的时候 我分享过的 你看这个gain是开到最大的 收了一点贝斯 收了一点中音 然后提了一些高频 然后临场度也提了一点点 就这么简单的设置 然后这时候呢 我把一个压缩放在的音箱的后面 然后再去接后面的箱体 再到一个EQ 这次的接法跟之前有点不大一样 为什么要把这个压缩放在这个失真的后面呢 虽然说失真它已经是一个消波的状态 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顺态突然间冒出来的 我还是想把这一个东西给控制一下 就会让我的失真音色更加的扁平一点点 因为你在演出的时候 我们要考量的事情就是 你有可能当天状态不是很好 有很多东西可能你拨不出来 也要用机勾弦 如果动态范围过大的话 机勾弦的时候会跟弹的东西音量比会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我想他们之间更加的平整一点点 所以我就把这个压缩放在这个地方来了 然后压缩的调节也是很简单的 你看用了一个VCA的压缩 没有压多少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两三个db 因为在这个地方去放压缩的话 如果压的很狠的话 你被压缩的声音可能也会影响到压缩 去下一次对你这个声音再进行压缩的话 你的声音就很奇怪 就会 这种感觉 专业的术语来讲 这个叫pumping的感觉 但这个玩意我们现在不需要 然后压缩效果器大概是这样子了 后面一个箱体 那么这一个就是箱体的部分 也没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这次就换了一个MESA Boogie的 总想换点口味 是不是 后面再放了一个EQ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高低切 然后在这一个163的频段做了一点点下降 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地方的声音 然后后面就再加了一个delay 然后再加了一个 混响 就没有了 solo音色就是用到这7个效果器的板块了 当然大家会看到我们还有很多没有打开的效果器 那我都过一遍的话 大家就明白这个效果器是怎么样来使用的了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节奏组的声音 节奏组跟solo组明显的区别 就是我们的箱头给改变了 之前撕针组的时候 我们是用了这个freeman箱头的一个模拟 对吧 前面还有一个808的这个推子的推搭 但是我在节奏组里面 这两玩意都没有用了 但是它还是在这个效果器链上面的 那么节奏组我用到了音箱是啥 就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音箱的模拟也是在我之前的视频也有讲解过的 然后后面还是一样加了一个压缩 好 那么这里再跟大家普及一下 压缩不能压太多 因为我们弹节奏的时候很有可能在弹这玩意 我们那个低频它是一直轰轰轰轰这样子的 如果压太多的话 这个压缩器就会给你这个低频 再做第二次的压缩的时候 它就 这个很抽风的感觉 不需要 然后箱体没改变 EQ没改变 然后我们魂响也是一直在开着的 所以在这个效果器链里面 我们是改变了箱头 好接着往下看 记住 轻音分解是吧 好 我们也改变了箱头 应该是Borgonat的一个模拟的这么一个箱头来的 压缩没有关 这两玩意也是一样的 后面还加了一个合唱的效果器 然后Delay跟混响也是存在的 好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三组不一样的音色就已经用了三个不一样的箱头了 因为确实如果你在一个箱头上面 要做到三个不同的演奏的风格的事情 确实会比较吃力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才用了三个不一样的箱头 来做三个不一样的音色 那么如此类推 第四组音色 Crunch的音色 我也是换了箱头了 但是大家会发现 那么这个箱头跟前面的箱头有点不大一样的 因为这一个箱头的声音 它是个采样来的 它的名字是这样子的 参数我几乎也是没有动过的 为什么这里的箱头跟之前会不一样 那么就回到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话题了 就是算力问题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不能再去加载一个关于算法上面的 我只能用一个采样的 那也侧面的证明了一个事情 就是采样的箱头 它对CPU的压力是没有这种算法的高的 所以带给大家第一个话题就是 如果你们要有足够多的箱头在变换的时候 不妨考虑一下 这些地方你们都用采样的箱头 可能你能容纳的声音就更多了 但是因为我个人是有取向的 我就喜欢Solo是Freeman的 我就喜欢节路音色是这一个 轻音分解是另外一个箱头 因为我是有取向 所以我就前面用了三个算法 后面这一组我就用了这一个采样的就OK了 好了 那么又来小总结了 所以我们下面的EFGH这四组不同种类的音色 一共是用了四款不一样的箱头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上面还有ABCD这四组是干嘛用的 那么这四组对我来讲 就是在目前的下面这个EFGH这四组里面 给它做一个补给的这么一个作用来的 好 比如说E这一组它还是个大四针收录音色 没有问题是吧 那么这个A组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在这个E组的情况下 再去给它换一些效果器 或者是叠加更多不一样的效果器 那么这时候你们就要根据你的歌曲来调节 你们究竟要加上一些另外什么样的效果器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组 它究竟跟这个E组有什么不一样 好大家可以看得到 好我们点进这个A组音色以后 它在我这个E组的情况下 多增加了这一个合唱的效果器 还有最后一个混响 是Shimmer的这么一个效果器 所以我现在这一个它的底子还是 是失真solo 但是因为加了合唱 还有Shimmer以后 它会变成一个更有氛围感的 这么一个solo音色 因为有一些歌曲 它就是需要这样的音色 比如说我自己的曲子自信80 它里面就有一段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切换到A组的时候呢 就马上能有这个很有氛围感的 这么一个solo的音色了 因为内容曲子对我来讲 我是一直在弹solo 突然间切换这里来的时候 我只要踩一脚就OK了 所以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上面的这一些东西 是辅助着下面的这四组 主要的音色来使用的 那么至于你说这个A组 要加什么样的效果器 我觉得是无所谓的 你看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全都填满了 有些同学他可能是不需要合唱的 那你就把那个合唱去掉 你想换哪个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求就OK了 好我们现在往下看 F这一组是一个节奏音色的组 对吧 但是并不是每个时候 我们这个节奏音色都是这样弹的 有一些歌曲 他就是有一些其他的需求在里面 就比如说我之前帮布志伦老师 要弹歌的时候 他有一首曲子 他就是要在这个节奏音色上面 去加一个Frange的音色 那这个时候我就把那个音色 设定在这个B这一组就好了 你看一点 哎你看这个Frange的音色出现了 刚刚那个效果器还是灭的 是吧 现在点亮了 然后Delay也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弹 他有需求的这么一个节奏的音色了 对吧 大家看得到这个逻辑跟前面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我只是利用了这个彩钉去添加了不同的效果器而已 至于你说这一组要加什么合唱 Frange什么东西 还是那句话 根据你自己的曲子的需求来做就可以了 好接着往下看 聚这一组 对吧 本来是一个轻音分解的这个音色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 我要弹一些轻音的solo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他来弹一个轻音solo 就感觉不大合适了 就感觉没什么力 是吧 你看 这明显不大合适 那我们就把上面这个C这一组 来辅助他 看一下C这一组开了啥东西 你看很简单 这个合唱关调 打开了前面808的一个推子 现在音色它变这样子了 好再往下看H这一组 相对crunch的声音是吧 那么你在弹这个歌的时候 不一定整首歌都是这样少一个节奏 是不是特别弹一些比较日式的摇滚的时候 它中间哪会穿插一些 像用这种crunch的音色来做出了分解和弦 那么在那个时候 可能你想加一些delay进去 是不是 那么在时候很简单 把这个DJ组 把delay效果去加进去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做得到 弹到一半的时候 你可以弹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就是我个人在使用场景模式的时候一些想法了 那么有同学他可能就说 这不就是单块模式吗 我把上面设置成单块模式 下面去场景模式不就好了吗 其实我感觉还有点不大一样 可能道理都是这么一个道理 你用那种方法也可以实现出这种效果 但是其实我个人是不愿意去记住 上面是映射着哪一个单块效果器的 我更加愿意是用音色来做一个区分 这一个就是大时针 上面就是氛围时针 你别管我氛围时针怎么定义的 反正踩下去就是那个感觉 这一个就是节奏组 那么这个就是加了什么frange 或者是facer的那种节奏组 这一组轻音分解 对吧 这一个solo轻音 这一个是crunch少弦的音色 这一个是crunch分解和弦的音色 所以说怎么定义上面这四个是随你们的 还是那句老话 根据曲子的需求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补充一些 我在现在演出的时候 我在上面做了一些相对便利的这么一个设定 其实大家刚刚在看视频的时候都会发现 哎我的效果器量其实就是上面这一条 跟下面这一条 这里有一个音一还有音二对吧 因为我们是可以接两条线来接两把吉他的哈 我先讲一下音一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把吉他双双输入的就接到这里来 就是我刚刚那个音色最弹弹出来的 那个音二有什么用呢 因为有可能你在现场的时候 你会接单单单的这么一个配置的吉他 那么你都明白了单单单的输出 肯定会比咱们这一个双双的输出少 所以你接到输入二的时候 你就可以提前在输入二的位置 而去调整你自己的那个input level 对吧 你可以看到我输一是会小一点点 我还做了一个减法是吧 然后在输入二的时候 我是不增不减 所以他们俩之间是有一个音量差的这么一个区别的 不然的话你用input 一去接到那种单线圈的那个其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的音量是不一样的哈 所以这样子操作的话呢 就方便大家换琴的时候 不会为那个音量比而产生烦恼 好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最前面这一个也是之前3.0更新出来的 这一个我理解为就是一调的这么一个效果器 对吧 因为有很多曲子 他那个调是相对比较奇特一点的 比如说这个是降一大调的 那么如果你在上面去按一个降一大调的一个和弦的话 那全部都是要大横暗 那这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效果器给打开 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降半音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标准的琴弦上面去谈一大调 就可以做到降一大调的那个事情了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设置的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场景模式的时候 我们里面所选择的单块效果器 它也一样是要是场景模式的 就在这个地方设置 现在是这个图标是吧 长按它 你看到没有 它的左上方就有四个小点 那么这个时候了 它就在场景模式的单块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在任何一组音色里面就打开关闭 然后再做一个保存 它就会跟随了 好 那么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两条链上面再加满效果器的时候 它的CPU的使用状况是怎么样的 好 大家留意看着 对 大家看到这个标志没有 大家闪烁 说你的EQ不能使用 这就是一个算法上面的承受问题 就是说现在你加满的情况下 它不能用一个EQ 但是这个EQ并不是我们上面 所加的这个EQ 而是一个全局EQ用不了 在这里 对 你看这个EQ用不了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EQ用不了了 是没有问题的 它不影响我 因为一般演出来讲 这个EQ 在外场就可以搞定了 或者我练习的时候 这个EQ已经可以做好这个塑形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我可以让我主要东西在这里挑 那个不大重要的东西 我可以不用 然后我们再来尝试一个事情 就是我刚刚说了 我们是用了三个算法的箱头 一个采样的箱头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我把一个算法的箱头去掉 我们能不能变成两个采样的箱头呢 我们尝试一下 比如说我把这个算法的箱头直接换掉 我换的是采样的 随便换一个这个吧 OK好了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在前面的地方你看 哎加一个算法的箱头 他还能加 你看他只有部分不能加 对吧 现在算法还可以 还有余量 哎你可以这样加进去 如果你要加个采样的话 那就更没问题了 对吧 你还可以加一个 对吧 随便点一个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拥有了三个采样的箱头 两个算法的箱头 那我们再尝试一下 我们不要那么多周边 对吧 有些同学他可能用不了这么多周边 我们把这个周边去掉 把这个周边换成是箱头 你看如果是算法的箱头还能加 对吧 哎我们换的采样了吧 因为采样的那个压力没那么大 是吧 就点这个吧 你看这个时候你就会有 123456个箱头 我觉得绝对够用了吧 是不是 我们这时候再来看一下 他占了多少的CPU 来 对 63% 还是一个很合理的状况来的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举例子了 如果是我自己本来那个音色 我切换一下 你会看到我本来那个音色 所占用的CPU比例是62% 因为CPU的占用率在560% 我觉得还是蛮安全的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尽可能去加我们想需要的音像跟效果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视频的内容了 确实有点长 但其实都是肺腑之言 那么我还想补充一点 就是大家在演出的时候 他觉得无论加多少个 我都觉得是不够的 我就觉得一个效果器一个场景模式 我演不了整场演出 但其实我想分享的就是 几乎不可能有一个效果器 可以做得到我们刚刚所想象的事情 像我去帮别人做演唱会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去思考的 首先你要保证自己的一个出品要完好 对吧 你要弹得好 调得好 然后效果器要稳定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可能你无法就达到那么多音色需求 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这首歌跟这首歌之间 你要切换一把琴了怎么办 你要去跟艺人沟通 你要去跟经纪人沟通 你要去跟音乐总监沟通 对吧 在这个时候我确实要换把琴 大家能不能给多一两个小节 给我来做这个事情 要去沟通这个事情 或者说这一组音色我已经不够用 我要切换到下一组的时候 我切大组的时候 你也需要时间是不是 你也要跟你旁边的吉他手去沟通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帮我顶一顶 那个阴影要长一点 要跟乐队跟艺人去沟通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我们是为了要完成这个事情 而不是去完成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种良性的沟通 一定会让演出变得更加的顺利一点的 千万不要说什么艺人不理解 乐队总监不理解 只要你的操作是在一个安全合理 而且是为大局着想的方向的时候 你就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去为难大家 一点点肺腑之言 视频比较长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也希望我这些视频给帮助大家 我是成天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